那上個禮拜的話第九次,今天的話第十次,那等於是其實蠻快的,一下子就進入到那個尾聲的部分了,所以今天的話我們要到再來講那個第五單元有關那個檢視與參照的相關的這個範例,那用的也蠻普遍的,就是只要查資料的話都會用到檢視與參照,但是 通常最常用到的就是那個VIRU函數啦,那個VIRU函數的話蠻常用,可是問題它其實也蠻多地方是不能用的,它有蠻多的限制的,那如果有限制的話怎麼辦,你可能要想別的辦法,或者是說你可能要用別的方式查資料啦,那上個星期的部分呢,其實難度算蠻高的啦,主要就是說這邊我們 舉了一些,也就是說呢,延伸那個樂透彩的部分,然後我們找了那個,有一個網站,是大樂透的歷史資料,那資料其實還蠻多的,等於是從2004年開始的所有的那個開獎紀錄啦,所以其實還蠻完整的,但是會有個問題就是說,這個資料並不是在ecell,它也沒有提供一個ecell檔案 給你下載,如果有的話直接下載就ok了,對不對,但是沒有 那工作上很多狀況就是說,我們的資料通常會是在外部,而且它不是ecell,那所以呢,如果你要做一些 能夠在ecell裡面做的事情的話,那一定要先把資料先匯入到這個ecell,而且要是ecell的那個欄位的格式 不然的話,後續其實就沒辦法做啦,所以上個禮拜的話,我們舉了一個例子啦,就是利用那個,它內建的一個物件喔,叫做querytable,這個querytable其實還蠻好用的 不過前提是,你那個網頁必須要是table,表格才能用,如果不是一個table,那你就要用別的方法了 也就是說其實網頁的那個變化格式其實相當的大啦,也就是不是說只有這麼簡單,只有表格,這麼單純 其實還有很多的是,怎麼講,HTML那個標籤名稱,一大堆 那所以呢,如果你假設要能夠把你要看到的資料抓下來的話,那可能的話你還能夠懂得見招拆招 然後這個爬蟲其實,算是水蠻深的啦,等於是說有蠻多東西還是需要學習 那我們只是舉了一個大勒頭,它裡面的規則是1到71頁啦,所以1到71要怎麼抓下來 那當然你是要全部寫出來其實蠻難的,所以理論上我都是拆解 第一段也許先抓第一頁吧,ok,所以如果你第一頁抓得下來的話,那第二頁也可以同樣的方式 那後來我們分析的結果就是,第一頁跟第二頁抓的程式嘛,其實只有兩個地方不一樣 一個是什麼indage page等於1嘛,下一個indage page等於2嘛,對不對 那再來一個就是你下載之後放在那個excel的哪一個位置,可能第一次放在第一列A1嘛 那第二列的話呢就是讓它往下放,所以有兩個變數啦,那剛剛我前面講過,如果有會改變的部分 那原則上呢我們就是把它改成一個變數的名稱,然後呢讓它可以符合那個改變的那個規則 那基本上呢就可以把所有的資料通通抓下來了 所以1到71啦,那它連續的話,如果連續的話通常會用回圈 那回圈的話通常會用for回圈 還記得吧,所以我們forI,所以得到一個I的變數 等於1到71,那I的話就會變化了 那第二的話就是,把資料放在A1,跟A1向下追蹤加1 所以我們要多了一個那個R的變數吧,或者K的變數也可以 然後呢,我們就把這個變數呢放在將來要放的那個位置的那一列的那個變數啦 所以兩個變數產生之後的話,那基本上我們就可以很快的 可以把那個網頁上面的其實,一個頁面通通抓下來 這個我想上禮拜都講到啦,如果你覺得還有點抽象回去再把影片照片看一下 都在這邊啦,下面這個連結 然後我們基本上就按照我剛剛講的順序 所以剛剛講的這個變數喔,尤其比較難,尤其現在要回圈啦 那最後的話當然還要還沒結束耶,下載下來的資料其實 它的號碼很奇怪,它就放一個儲存格,你要把它剖開來 所以我們又用到一個所謂的資料剖析啦,然後再來的話就是把它全部整合在一起 就變成一個執行之後呢,就可以把1到71頁的資料全部下載下來的一個程式 那當然,如果你可以把這個東西做出來喔,其實就感覺蠻有成就感的吧 至少你就不用像以前這樣一頁一頁慢慢複製貼上 那今天的話呢,原則上我們就繼續再來看那個第四、第五個單元的範例 那理論上第五個單元的範例喔,其實有比較簡單的啦 那前面我有提到有一些用VILO函數的 然後也有一些不用VILO函數的 那所以請各位喔,我們先看一些比較常用的,像那個VILO函數 比如說請各位先幫我開啟那個VILO函數人事考評管理系統這一題好了 那這一題你們也試著做做看啦,這個其實是一個證照考試題目啦 那這題目的話其實就在這邊 那這個題目就是說,它裡面基本上有單位,單位是這個嘛 單位,單位就這個 那其實單位部分的話,另外你可以再參考一下 在公式裡面的名稱管理人 那你可以看到,它已經幫我們建立一些名稱的範圍了 包含哪一些,升等 那你想要知道這個名稱對應的是哪個範圍 你可以點下面一下,有沒有,它就切過來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升等指的是什麼 升等指的是,升等這個工作表,驚嘆號有沒有,就這一個啦 然後呢,它的A2到B5這個範圍 那其實它就是一個對照表啦 代號,代號的話是在A欄 然後呢,B欄就是它的升等 升等應該就是它的等級吧 它的,然後再來就是 其他這個我想你們自己再看一下,包含什麼呢 考評等級,考評,考評是A,B 然後考評是U甲乙,為什麼它沒有統一 可能是早期,我記得很久以前好像大部分比較習慣用那個甲乙比丁這種的 大概差不多20年前以前吧,我記得好像比較早期 那後來好像大家比較習慣用ABCD 所以後續,那會有新跟舊的平等 那你必須把兩個平等的成績都做平均的話 那變成還是要查表啦 所以這個地方當然主要是利用那個 所謂的那個Vito函數去做查表 那這裡的話,請各位先稍微了解一下這個題目啦 那你會發現它這個邏輯 大概看一下啦 主要你可以看到這邊前面總共有四個工作表 其實就是四個,算是職稱吧 住專、領主、辦事員跟助理員 那其實要做的事情都一樣 包含就是把單位找出來 把主別找出來 還有升等 那這三個的話呢 其實可以從它的編號裡面就可以找到答案了 那單位就是108啦 有沒有,就是第三個字 345 這幾個字呢 可是單位不是要108這個編號 而是要把單位的名稱把它找出來 比如說它是108對不對 所以它這個地方應該是要查出來 就是把那個單位的部分的108總行審查部資料呢 幫我查過來 然後再來就是主別 主別我記得是 所以如果你不確定的話 你可以切到主別 這邊有個主別 主別就是A到1啦 所以A到1的話 看起來應該是在它的這個編號裡面應該算 好像第七個字吧 所以一樣 這邊基本上會先用MID函數 或者LAPS函數啦 反正就是取資料 取完資料呢 再配合VILO函數 去把這個資料的名稱查出來 而且要配合所謂的定義名稱 這邊名稱都幫你定義好 所以你將來要按一下F3 去把資料查出來 那最後還有升等 升等好像就是第一個字啦 第一個字的話呢 如果是1 那就是住專 2的話呢 就是領主 OK 所以你會發現啊 這個好像每個都跟它的那個工作表有點關係 所以123 然後再來的話呢 這個考核 成績的部分的話 你會發現上面是 考核 考核 你可以對應到這邊有沒有 考核60 那實際上這邊就有考核啦 那考核的話 你可以看到它這邊有三個成績 那前兩個是假 有沒有 然後後面一個是A- 可是這個成績 你如果用假 假假假假 A-一定不能 因為它不是數字啦 所以呢 你變成要先把它 背後代表的數字查出來 然後再做平均 OK 那平均的話呢 這個查出來 剛剛好像有看到 應該是在等級這邊嘛 所以它應該叫考核 所以考核裡面有沒有 OK 考核 那這個應該就考平 反正把它的成績 可以假85分 然後再加85分 再加85分 反正呢 看你是平均的話 可以除以3嘛 或者是你用Average也可以啦 Average也可以直接 就把第一個 第一個第三個放進去 結果是一樣的 而且這個好像要取到 小數點第二位吧 你們自己再看一下試題的說明 好像這邊 對Average 然後把它做 有沒有小數 好像這沒有提到 沒有提到就不需要了 然後 所以把這個成績算出來 然後比4的話呢 指的是這兩個成績 所以這個比4比較簡單 比4就是這個成績乘上0.3 我們30%用0.3來做計算 這個成績乘上0.7 然後最後就是它的比4成績 那合計的話就是把這個成績乘上0.6 再加上這個成績乘上0.4 那就是它的最後成績了 所以可能公司內部 假設要Promo一個人 但你不知道升哪一個比較好 所以它就會有一個平鑑的機制吧 然後最後要算出名次 最後就要清點了 老闆要清點 到底誰可以往上爬 誰沒辦法往上爬 所以這個有點像一個人資的管理系統 只是說它這邊會有 總共有4個工作表 當然一樣啦 我是希望說最好 你可以在這邊變成VBA好了 按下去啪啪啪啪 全部都自己 4個全部做完最好了 所以這裡的話 最後可能會需要跨工作表 OK 可是要怎麼跨工作表 幫我做完之後 比如說我今天資料有了 我希望針對這1234567個欄位 快速的幫我把公司有沒有 全部都做完 這個有點像上上禮拜 上上禮拜那個樂透彩 有沒有 輸出公司就可以了 那請各位先把那個 第五個單元 所以待會請各位看一下 我們的這個範例檔 第五個單元 這個人事考評管理系統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